随着新冠病毒病例在加州激增 洛杉矶假日主题的汽车餐厅 让游客们能够在自己安全的车里 享受传统的圣诞登展 和加州大部分地区一样 洛杉矶是美国封锁最严的地区之一 餐馆和娱乐场所关闭 商店实行容量限制 组织者表示 到目前为止 大约有18万人欣赏了这场仙境表演 这场表演包括大约300万个灯光 所有灯光都与传统节日音乐同步播放 游客们不仅可以开车穿过灯光隧道 还可以看到一棵巨大的12米高的圣诞树 树上挂着8000盏LED灯 游客们还可以和圣诞老人和圣诞夫人互动 可以询问圣诞老人的小精灵们 是淘气还是善良 一场名为全球节日的展览 展示了装饰城代表墨西哥和中国节日的房屋 还有犹太人的光明节 虽然有些游客欢迎避开 对新冠大流行的思考 但是来到这里的游客都表示 非常享受在疫情之下 能有这样的圣诞节感受 我们 absolutely loved it it was the first time experience it brought some Christmas joy the kids were super excited something like virtual it was just a great experience even though with the car highly recommend it the kids loved it it was the first time wore de 发展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